双保第一回合火热开战 今年气势高昂的张静凌 手感依旧延续 手回合就打出地域标准感六感 抓下一只Eagle 四只Birdie 大幅领先并列第二的集团 在首轮就由好的开始 我前面就是很稳 就是一直打怕打怕 到了第九栋 有机会抓了一只五步的老鹰 然后就开启了我抓鸟的后久 后久其实应该说接竿有更精准一点 让我更多机会把握住鸟的机会 难以球场不愧为球友们口中的 难度第一球场 即使是职业选手来挑战 也难逃球场设置的难度考验 讲真的我在练习的时候 就是真的是觉得这个球场怎么可以这么难打 其实他难的动我讲不出来唯一的 因为其实真的太多了 我觉得光后久就有三动 我觉得是蛮难打的 因为不光是距离 然后他的就是转折那个狗腿 就是真的是要开球真的都要开到好的位置 才能接到好的第二杆 不久前在Epson Tour美国次巡赛夺冠的林子涵 与彭杰、吴承威在第一轮激战中抢下并列第二 明日重整再战将再次挑战征服难以球场